10多米的盈位高盈地带到四床盆地一路下坡 海拔下降了1500多米 根据海拔每上升100米 气温下降0.6度来计算 相同的气候和地点 这里应该是气温升了9度 加上气候的变化 气温曾早上89度升到了278度 穿着密不透风的骑行服把我热成像狗一样 在离亚安市高速路口80公里处的嘉嘉线出口下了高速 哦,为什么要从这里下高速 因为这三天都在高速上一路奔驰 亚安是个正点城市 又是创账线的起点 很多摩友从各地高速上骑行过来 在亚安高速路口肯定有很多摩托车下高速 不是特殊天气 摩托车是禁止在亚安高速路口进错的 所以我们不希望这三天跟亏一亏正都埋伏 就在嘉嘉线提前下了高速 走一段乡村道路直崩亚安 没想到这段80多公里的上路让我们足足走了三个多小时 用摩托车导航导到街头下尾或者死胡腾 用汽车导航直接把我们导上高速 到处黑灯下火 这样耽误了不少时间 在走过几十公里的颠簸路段和坑花路段之后 在结果导航评着感觉跟着轻易将一路直上 整个算到了亚安市 我曾经毁了我的一切 只想永远的离开 我曾经躲入五点黑暗 想挣扎无法自拔 我曾经想你想他像那叶草叶花 越望着 越渴望着 越哭越笑得平凡着 我曾经 别的想分 哭得想哭 只不过这一路走来 才发现不过这一路走来 才是最终的答案 这路走来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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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家 欢迎你们 请稍生 就像适合 这路走来很大 还有一段 我们曾经在这个议工艺 这路走来很大 这路走去 这路走来很大 这路走来很大 这个路走来 收穿太厚 这路走来很大 这路走来 由于队友在这里订了几个旅馆都不太满意 又没有卫生巾 连结都是100多块钱 所以他退掉了在路边上露营 但我们今天晚上真的是特别困 想住旅馆 先把他能找到吗 看一下什么情况 这路边大战 这样会很吵到是晚上你会睡不好的 而且阳是这里的天气不稳定 可能半夜也会下雨的 好吵 我都想睡得好 可是之前都没睡到 我们到晚上订个旅馆吧 今天太空了想住旅馆 这几天没有睡好 明天睡个懒觉 养住精神要出发呢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